我是江家大小姐的丫鬟 后来她嫁到了将军府 我就成了将军夫人的丫鬟 做将军夫人的丫鬟挺好 吃穿不愁 还有人伺候 就是每天都要吃一大把狗粮 烦透了 我十四岁时因为肚子太饿了 就把自己卖给了牙婆 我寻思着找份临时工 干个三五天 吃个三五天 再打包个三五天的粮食就走 我当然知道打工要先卖生气 但这不影响我说走就走 不然我那十年的功夫就白练了 我把自己卖了的第二天 牙婆就把我和几个小姑娘 带到一所大宅子里 那宅子太大了 我走了两刻钟 才走到一个香香的漂亮的院子 我觉得还是用轻功更省事 不过这个院子可真好看啊 亭子上挂着柔软的纱 到处都是可爱的花 就在我勾着脑袋到处描的时候 有人来了 回首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大叔 长生如玉 眉目如星 太好看了 他身后半步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漂亮姐姐 远山带眉 眼里仿佛住着世间所有的温柔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人 看呆了 我旁边的小姑娘死命拽我的袖子 我抖了抖手把她甩开 别打扰我看没人了 真讨厌 这是牙婆出生的放肆 低头 我一愣 发觉是说我 只能撅着嘴巴低下头 然后偷摸着斜着眼瞄 真的很好看 让人一见就心生欢喜 无碍 大叔开口了 哇 声音也很好听 我忍不住又抬起头 发现他在看我 眼里带着审视 大叔走到我面前 一抬手 我下意识侧身微微躲开 一 是扇子 他是打算用扇子敲我吗 敲我干啥 我又不是西瓜 思绪回转之间 我又把身体调整了回来 让他敲了两下 大叔顿了一下说手伸出来 要打手心吗 怎么跟我老爹一样 我伸出手 大叔没打我 他端向了一下我的手 对牙婆说这个留下 又对我说你站到夫人那边去 夫人就是那个漂亮姐姐吧 那感情好啊 我屁颠屁颠蹦打到漂亮姐姐 哦 不 夫人面前 满眼惺惺的看着他 夫人的声音温温柔柔 像一汪泉水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何方 我叫阮青竹 来自北地 但老爹说 不能随随便便说自己的名字 我身以为然 毕竟我是要跑路的 所以我说我叫竹 江南人 夫人点点头 说小竹 好名字 从今天起 你就是大小姐的陪家丫鬟了 我很开心 因为漂亮姐姐夸我名字好听 还让我做大小姐的丫鬟 大小姐呀 那可是这个家第三大的人了吧 他那里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很多年以后 我想起刚进江府的这天 不禁感叹读书人就是烟坏烟坏的 两句话就骗走了我大半辈子 美色乌人啊 乌人啊 后来我被带到了大小姐跟前 初次见她的时候 她靠在榻上 一只脚吊着鞋 一只手撑着下巴 鬼房中的那张小榻 硬是给她靠出了山大王的感觉 窗外的晚霞照进来 印得她的脸颊仿佛涂了胭脂 大小姐也很美和老爷 也就是帅大叔 还有夫人的美不同 大小姐的美张阳鲜活 能把满屋的金鱼玉器都比下去 你就是父亲给我挑的陪家丫鬟 你有什么本事 她问 我说我很能打 大小姐一下子就从他上跑下来 来到我面前 看起来和我一般高呢 她感兴趣的问多能打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我想了想 从旁边的花瓶里拿了一只花 抬手摄像梁上某处 一个黑影旋转而下 大小姐叫了一声 躲到我身后 她的两个贴身丫鬟尖叫了起来 快来人 有歹人 黑影一听 连忙夺窗而出 很快 家丁就进来了 老爷和夫人也来了 夫人把大小姐全在怀里 轻声安抚着 老爷怒气冲冲的命人一遍又一遍地搜查院子 大小姐一脸一言难尽 我一脸猛逼 我进屋就发现那人了 还以为是大小姐的暗昧呢 感情那是个歹人 早知道我扔什么花啊 我有一袖子的飞刀呢 当天 夫人就把我身为了大丫鬟 负责贴身保护大小姐 大丫鬟好啊 钱多是少伙是好 晚上 大小姐躺在床上 我坐在小板凳上 她对我说 小竹 你看见那人的长相了吗 我点点头看到了 挺好看的 眼下有克制 大小姐没说话 我又说你别怕 这次是我不知道她是歹人 下次我见到她 一定把她杀了 大小姐测了个身 面对着我笑了 那可不行 她是我未来的夫君 看着我张大了嘴 大小姐又说不过 可以打一顿 我用力点点头 没问题 大小姐哈哈大笑 慢慢睡着了 我看着她如愈的睡眼 不禁想 她这么好看 未来的夫君也这么好看 那他们的小宝宝的多好看啊 有点想看了 但在我第三次从梁上 第五次从窗下 第八次从树上把大小姐未来的夫婿抓下来之后 也没成功打她一顿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她太能跑了 另一个是我发现大小姐不讨厌她 就拿最后一次我她从大小姐床下拎出来说吧 看得出 大小姐是真生气了 她小脸通红 咬牙切齿的指着未来夫婿说 李将军 我们还没成婚 你把我的规律置于何地 你把我置于何地 就是就是 我点头附和 准备动手了 但大小姐却叫住了我 她说小竹 让她走 又说李将军 若有下次 晚应便退婚了 这其实不像她 她要是真讨厌什么东西 什么人 是没有下一次的 所以我想 大小姐大概是不讨厌她的 但那歹人不知道 她听了大小姐的话 就站着不动了 她那双桃花眼一下就失去了光彩 最后她朝大小姐醒了一礼 说是李某唐突了 我指示 指示 没等她指示出来 我就把她扔了出去 哎 长了人模人样 怎么是个结巴呀 我摇了摇头 大小姐陪她真是可惜了 再见到李将军的时候 是七天之后了 这一次她是从江府大门进的 背了好多礼 据说除了我 连大小姐的猫也有 拜见老爷和夫人后 他们让大小姐陪李将军在园子里走走 当然不是两个人 我也在 李将军和大小姐从园子入口走到出口 其间拼命朝我挤眼睛 我气坏了 这人怎么回事 怎么当着未来夫人的面朝我一个丫鬟 按送秋波 我回瞪她 用眼神告诉她在瞪我动手了啊 这时大小姐说话了 她说李将军 你若有眼疾 我便帮您叫个大夫来吧 李将军赶紧收脸神色 小义讨好的对大小姐说不 不是 我就是 就是 大小姐停下脚步 插着腰 仰着头 好整以暇的等着李将军说完 没法 李将军太高了 大小姐踩到她的胸膛 李将军似乎下定了决心 她狠狠瞪了我一眼 对大小姐举了一躬 那日是我唐突了 我本不想出此下策 怎奈 这丫鬟总能发现我 我一急 就躲在床下了 实在是抱歉 大小姐扑斥一下笑了 小竹竟然能发现你 你躲哪儿她都能发现 你是呆子吗 李将军耳根红透了 她嘟囔着说 我一心只想看看大小姐 慌了神 这下轮到大小姐耳朵红了 她轻声问你为何要看我 李将军的声音也变轻了 她说我原本只想看看与我订婚的姑娘适合模样 但真的见到后 便满心满眼都是你 只盼着能天天见到 于是那天 我看见这对碧人在桃花树下彼此相望 仿佛一眼便是万年 大小姐和李将军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好了 但我跟李将军的关系越来越差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似的感觉 就是虽然这个男人却是挺优秀的 但我就是觉得他配不上大小姐 而且最讨厌的是 这人打不过我 竟然找了个帮手 帮手比我小四岁 豆芽菜一样 又瘦又矮 长得一点也不好看 他叫阿鱼 是我最有潜力的暗卫 李将军说 我一脸惊恐 就这豆芽菜 还暗卫 我一筷子就能戳死他 于是我对李将军的印象更差了 他竟然雇佣同工 什么 我也是同工 不 我不是 我只是年龄小 拳头可不小 大小姐雇我 那叫慧眼是英雄 总之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 我不再是大小姐和李将军唯一的电灯泡 因为电灯泡变成了两个 大小姐和李将军游船 阿鱼负责煮水汽茶 我负责吃鱼 大小姐和李将军看灯 阿鱼负责给钱 我负责吃糖葫芦 大小姐和李将军灯高 阿鱼负责拎包袱 我负责吃青团 李将军说我身为一个大丫鬟 就知道吃 大小姐说能吃是我的福气 不用我做事是她的福气 阿鱼说为什么她每天练武 我每天干饭 她还是打不过我 我得意极了 我说这是因为我五个清奇 天赋异禀 然后时间就在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过去了 我从不知道时间能过得这么快 以前在山庄里 我每天都是练剑 练枪 练步法 无聊的不行 但现在 我每天都有很多事做 听大小姐练琴 陪大小姐吃饭 被大小姐打扮 和大小姐上街 则 还有盯着大小姐约会 抛开最后一点来看 充实又有趣 我渐渐忘了跑路的打算 沉溺在日常的每一天 可我也忘了老爹曾对我说的 京城 从不是个安稳的地方 朝堂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变了样 原本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我只是个丫鬟 但它影响到了李将军 影响到了大小姐 那就和我有关了 那天 老叶和夫人把大小姐叫了过去 谈了很久 等他回来的时候就不会笑了 大小姐在长岸前做了一整片 搓到银色的月光 扑洒到了他身上 也没有动弹 他不吃饭 不喝水 不说话 也不掉泪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我转头就奔向了将军府 将军府有名为百余人 安慰二十余人 但只要我想 他们就拦不住我 那日我跟阿瑜说 我骨骼清奇 天赋异禀 不是场面化 是实情 我十四岁从山庄里出来时 上至师伙下至师职 没一个打得过我 所以当阿瑜的剑擦过我手臂时 我还挺惊讶的 原来李将军也没说谎 阿瑜确实潜力 你擅闯将军府 有何军心 阿瑜手握长剑 渐渐指着我 我说我是江大小姐的丫鬟 未来将军夫人的丫鬟 我有什么居心 阿瑜没演绎了 小小年纪倒是显出几分气势 她说江家大小姐 已经不是未来的将军夫人了 圣上赐婚了将军和柔衣公主 柔衣公主才是未来的将军夫人 我的脑袋似乎要炸掉了 难怪这段时间将军没来找大小姐了 难怪大小姐今天那般伤心 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那个姓李的复兴汉 我闪身越过阿瑜 冲进房里 可笑 一个将军而已 竟敢赴大小姐 我今日就要娶她狗命 但我万万万一想到 我还没杀她呢 她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趴在了床上 一张脸惨白无比 屋子里弥漫着药味和嘶嘶血腥味 这是怎么回事 谁在我之前伤了这个狗男人 李将军是醒着的 但状态很不好 他挣扎着起身 又落回床上 他的额头布满细细的汗珠 脖子上青筋突起 他慢慢的问我 是婉姻让你来的吗 我抿着嘴 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 李将军也不介意 他说 我原本想亲自和他解释的 但圣上的处罚太重 我着实下不了床 让他担心了 他顿了顿又说也让他 伤心了 小竹 劳烦你替我转告他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 一定会娶他 我李某的夫人 只会是他 我跟大小姐转述这些话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叫人拿来要进来 亲自给我的手臂处理伤口 其实不用的 伤口很浅 一点也不疼 而且大小姐真的不会处理伤口 他用帕子那么一下两下低点我的伤 把刚姐的薄夹都给擦掉了 但我看着大小姐眼角就快落下的泪珠 到底是由他去了 哎 反正我皮糙肉厚的 睡一觉就好了 第二天 我被老爷叫去了书房 他看了我许久 那个眼神和他当初选我入府是很像 最后他说 念你一片赤诚 擅闯将军府之事 我不再追究 下不为例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直到夫人把我叫过去 把这件事呆开揉碎了脚 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大小姐所在的江家 看起来富力堂皇 实际上也就剩富力堂皇了 江家无权 无事 人少 有钱 成了皇帝眼力最合适和李将军结亲的人家 但皇帝没想到的是 江家比他所知道的还要有钱 他不能让一个同名二十万大军的将帅 有一个过于有钱的妻子 不然 那二十万大军可能就信礼了 所以他把柔衣公主指给了李将军 做了驸马 就不能再手握兵权 就不能再手握兵权 李将军心悦大小姐 不愿答应 但他是臣子 打不答应又不得他 所以就有了我看到的 屁股被打开花的李将军 而江家 无权无事 连拒绝的想法都不能有 但因为我夜闯江军府 江家被冠上了一吐抗旨的罪名 为了洗脱这个罪名 老爷献上了京城所有的产业 夫人说 小竹 这其实不怪你 这只是一个信号 是皇帝要江家割入的信号 不管有没有你这件事 皇帝都会找到理由收缴江家的钱财 皇帝在访 访着江家和江军府合谋 所以他要断了江家的羽翼 可到底是我的一时冲动 才让他抓到了机会 我担心跪地 抬起头看着夫人说 但小竹还是做错了 小竹认法 夫人沉默地看着我 眼里充满了不忍和愧疚 她摸了摸我的头说 好孩子 我要你从今天起 放下过去 好好护着晚音 这句话我听懂了 夫人要我不要再想着跑路 她要我舍弃自由 我想了想大小姐 想了想这段时间和她相处的时光 我问自己 想留下来吗 是想的 我们山庄的人 都爱自由 但在我们心里 能在重视的人身边待着 就是自由 后来 大小姐慢慢变回了从前的样子 还是贪婪又爱笑 但她几乎不再出门 也很少参加那些花卉宴请了 取而代之的 是做越来越多的功课 看越来越多的账本 大小姐告诉我 江家要从现在起 慢慢从世人远离消失 要把爪牙全部收起来 我啃着肉包 觉得这话有点深奥 当我从肉包里啃出一张纸条时 又觉得这年头连肉包都深奥了起来 纸条是李将军写给大小姐的 她告诉大小姐 她马上就要去北地了 她要拿到最大的军功 大到皇帝都必须正式的军功 才能请侄娶她 她没让大小姐等她 她请她信她 大小姐把纸条烧了 又把灰烬小心翼翼的倒进荷包 放进怀里 我看着她的眉眼渐渐的 渐渐的柔和起来 我知道她一定会等她 并且不会只是等待 则 美色巫人啊 巫人啊 李将军出征时 是从京城最繁华的街道经过的 她骑着高头大马 身穿银色盔甲 威风凛凛 可是好看 路边的小姑娘小媳妇扔的花都快把她淹没了 大小姐没去送行 我去了 哈哈 我一定要把李将军被花杂一身的事告诉大小姐 看着她平安无事的出了城门 我打算买根糖葫芦就回府交差 在我经常买糖葫芦的货郎大哥旁边 我见到了阿鱼 他递给我一根糖葫芦 才让几乎要哭了的货郎大哥 换个地方兜售 我问他你没跟将军一起吗 将军要我转告什么话 他说大军走得慢 我一会赶上去 说完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手上的糖葫芦 憋了半天 憋出一句你 少吃点 好好练武 小心柔衣公主 好气啊 递给我糖葫芦的不是你吗 我生气的把糖葫芦塞到他手里 说吃又不耽误我恋武 还给你 死豆芽菜 真晦气 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 阿鱼的声音才又从我身后传来上次伤了你 对不起 回府以后 我把李将军被花砸了满头的事 告诉了大小姐 又把小心柔衣公主的事告诉了他 他先是和我一起取笑了一番将军 接着收起笑容 从一堆书信里翻出了一张信件 请见白杰素雅 隐隐撒着金粉 仔细闻一闻 还有兰花的香味 是柔衣公主的宴情 大小姐沉思了片刻 对我说小竹 去皇宫赴宴的话 你获得了我周全吗 我说能 于是我生平第一次进了皇宫 宫里规矩森严 很大 很闷 很安静 我低着头 一步一去的跟着大小姐 见到了柔衣公主 柔衣公主也是个美人 秀丽端庄 沉冷大气 一双信眼十分深邃 让人猜不透 她看着大小姐 目光一寸一寸往下移 没有嫉妒 但满是不喜 大小姐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 身体轻轻抖着 活像一朵大白莲 当一个公主向你表达出不喜的时候 她什么都不用做 就会有人把你往死里整 但在绝对的武力之面前 所有的阴谋都无济于事 有人把热茶往大小姐身上泼 泼到了地上 有人故意绊倒大小姐 自己摔了个狗吃时 还有人想把大小姐推进湖里 推了个空 哎 一点心意都没有 我都还没发挥权力呢 最后 柔衣公主单独见了大小姐 她一字一句的说 本宫虽不愿抢你姻缘 但如今已成定局 你我都无法更改 你若是个聪明的姑娘 就该知道圣上不会让你与将军有牵扯 你就是想作妾 也是不可能的 况且将军若是真看重你 那日就会交出兵符 求圣上收回成命 可见你于她而言 也非不可舍弃 本宫言尽于此 祝姑娘日后寻得如意郎君 我和大小姐回了府 一进房间 她就张开双手躺在床上发起呆来 我小心翼翼的说大小姐 今天我们输了吗 她侧过脸看着我小猪认为呢 我一拍桌子当然是赢了 没赢的话 如意公主怎么会说那些话 大小姐微微一笑 公主说的难道不对吗 我点点头说当然不对 兵权不只是权力 还是二十万条生命 他们跟着将军出生入死 将军有责任护着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如果没有任何安排 旺旺然就把兵权上交 那是蠢 大小姐扑斥一下笑了小竹真聪明 我得意的扬起下巴 那可不是 大小姐又说 所以哪里还有比他更好的如意郎君呢 李将军这一仗打了有一年多 这一年多时间里 老爷把将家一半的产业都交给了大小姐 大小姐做得很好 老爷每次离开都一脸骄傲 京城里也重新悄悄开启了江家的酒楼和潮 当然 挂的是老爷和大小姐的管事的名字 江府从看起来就很富丽堂皇 变成了低调且富丽堂皇 住在这栋府邸中的我发现 江家比给皇帝上脚财产时还要有钱 大小姐的性格比从前沉静了一点 美貌却是越来越张扬了 为此我还套了不少登徒子的麻袋 我也变了不少 大小姐说我长高了 并且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摆了那么一丢丢 她高兴的给我做了好多衣裳 说小竹真好看 超开心 为了避免有些人惦记 李将军没有给大小姐写信 而是让阿宇回来 带着一卷卷画 画是李将军亲手画的 大小姐看的时候没逼着我 所以我也算亲眼见证了李将军的画迹 从三岁小孩蜕变成了十三岁的小孩 好歹能看清画啥了不是 虽然我觉得画的辣眼睛 但大小姐很吃这一套 她仔细把他们收进床下的盒子里 时不时就拿出来看一看 阿宇也变了 也不算变 主要是长大了 说来也怪 军中伙食可谈不上好 但阿宇却窜了个头 也长装饰了 从李将军的画上来看 阿宇一餐要吃五个馒头 那馒头可大了 他真能吃 他还变成了公鸭嫂 还不让我笑 我一笑 他就追着我打 哈哈 但他追不到我 阿宇说他马上就不是安慰了 李将军给他赐了名 要把他丢给镇守北地的副将 李将军要他证出自己的功名 不带李将军标签的功名 李将军要他做拿二十万大军未来的统帅 告诉我这些之后 阿宇最后说小竹姐姐 你保重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阿宇不再来以后 大小姐和李将军就断了联系 我们所能知道的 只是战报上某月某日败退 某月某日大劫 以及某月某日柔衣公主起家北地 与李将军会合 世人都说柔衣公主情深意重 胆子也大 和李将军般配无比 大小姐第一次表达出了嫉妒 她拧着眉 把手心都抓出了血痕 我不喜欢她不开心 她就应该每天都笑着的 男人都是大猪皮子 冬至的时候前线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李将军失踪了 大小姐直到后晕了过去 但晚就发起烧来 我坐在她床边 握着她的手 眼泪掉个不停 我该怎么办 我好恨自己不够聪明 我呆呆地看着大小姐的脸 哭作了几个时辰 半夜的时候 大小姐的烧退了些 她死死抓着我的衣袖 声音嘶哑地问我小竹 小竹 我该怎么办 那么坚强 那么聪明的大小姐 原来也会有这么无助的时候 我轻轻地把她的手指掰开 用双手握住 半跪着看着她说小竹帮你 小竹去找她 她活着 我带她来见你 她死了 我带她的尸体来见你 大小姐不让我去 爱 她这么娇滴滴的 怎么拦得住我呢 从我骑马赶路的时候起 我就不是将大小姐的押换小竹了 我是阮青竹 苦竹山庄百年来最年轻的教习 阮青竹 我无父无母 被老爹捡回山庄 老爹说 我应该叫天生的养 不然怎么会是百年一见的习武奇才 但师兄说 我的天赋是拿脑子换的 师兄真讨厌 苦竹山庄有个很奇葩的规定 不论身份背景 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承诺 来换山庄的半部秘籍 因为这个规定 不管谁是这天下的主人 山庄都屹立不倒 也因为这个规定 天下近一半的习武之人 都要遵庄主和教习一句老师 苦竹山庄一直都是最聪明的做庄主 最能打低做教习 我们这一代 庄主是我25岁的前师兄 教习是我 巧的是 山庄的根基就在北地 更巧的是 我有资格使用那些承诺 所以江府的丫鬟找不到失踪的李将军 但苦竹山庄的阮青竹可以 我到达北地的时候 天已经特别特别冷了 前师兄早两天就接到了我的信 命两个狮子到北地和我碰面 虽然是狮子 但他俩都挺老的 有25、6岁 一个狮子递给我一只烧鸡 要我别总说他们老 前师兄会生气 另一个狮子告诉我 山庄接到消息 李将军很有可能被困在某座山里 那座山这两天被外祖 也就是越南国的军队围了起来 所以李将军就是活着 情况恐怕也不太好 我带着两个狮子 避开军队进了山 在山里足足找了三天 才找到李将军 他那时的状况还行 能吃能喝 瘦得厉害 一只手受了重伤 我那擅长医术的试之说 将军的手能保住 但极有可能再也不能持剑握枪 说实话 我不在乎李将军能不能持剑 大小姐有钱 她要是喜欢李将军 李将军就是成了残废 大小姐也能养她一辈子 我在乎的是 柔衣公主竟然在这里 我看了看女扮男装狼狈不堪的柔衣公主 又看了看李将军 突然觉得 带着她的尸体 去见大小姐 也不是不可以 但场面话还是要说的 我朝李将军拱了拱手 诚恳的说在下苦逐山庄阮青竹 奉庄主之名前来相助 将军神勇 出征还带女眷 在下着实没做准备啊 言下之意你准备怎么跟大小姐交代 放肆 李将军还在愣神 一个白面无须的男子抢先开了口 这位可是柔衣公主 李将军这吓毁了神 他皱着眉呵斥白面男子住嘴 阮姑娘是来救我们的 现在是仗势欺人的时候吗 白面男子气得不行 他说李将军 公主也是为了救你才陷入此等险境 这话一出 李将军的亲未能炸的毛 谁要你们公主救 如果不是她 将军的手会受伤吗 就是 如果不是她拖累 我们早就出去了 柔衣公主抿着嘴 倔强的不说话 只剩那个白面男子 还在和亲未们争执 从他们七嘴八舌的话中 我大致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 柔衣公主应该是收到了将军遇险的消息 慌慌张张但人寻了过来 但消息是夜兰军故意递过去的 公主等人一进山 就被来了个瓮中捉鞭 那是李将军等人 整活夜兰军捉迷草呢 这边公主扯了进来 让他不得不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最后李将军伤了一条手臂 死了几十亲卫 才把公主护了下来 这段故事 我听得津津有味 感觉在听茶楼的说书 我就是觉得奇怪 这柔衣公主看着挺聪明 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这你死我活的战场 是那么好劲的吗 我摇摇头 对李将军说了师兄给我准备的计划 跟我进山的两个师侄和李将军的年岁 身量都相当 只有稍稍给李将军化个妆 就能让他以我失职的身份出山 苦逐山庄素来不站队 又多在北地活动 以山庄弟子的身份行走 是最稳妥不过的了 但现在多了一个公主 说吧 怎么办 我双手环抱在胸前 毫不客气的问李将军 最先开口的是柔衣公主 他声音甘涩的说让将军走吧 本宫留下 此次是本宫考虑不周 你应担起责任 亲妹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吭声 白面男子尖叫一声公主 不可 我怎么会让他叫完 那声音跟杀猪一样 不是给敌军当靶子吗 我一个手刀就把白面男子给披晕了 对着公主摇摇头 表示不赞同他的话 柔衣公主一愣 说这位姑娘 为何不可 李将军说话了 你是公主 必须离开 柔衣公主满眼期待的望着李将军 似乎想从这句话中听出什么其他的意思 李将军不着痕迹的往后退了半步 恭敬的说公主 北地的百姓和士兵们都知道您亲临于此 您若被抓住 将士们会失了军心 朝廷也会陷入被动 我一边呃呃 一边连连点头 一个被抓 被拿来威胁军队的公主 只有两个选择自杀 激起百姓和将士们的愤怒 妥协 逼得朝廷背负骂名打这一场仗 最后朝廷落不落个冷血的名声 我不知道 但李将军身为未来驸马 名声肯定臭了 不论输赢都说不定的去蹲大牢 我不在乎这一个公主的命 但不能因为她 让北地失去更多生命 更不能因为她 让李将军蹲大牢 让大小姐的盼望无期 虽然我和李将军相看两眼 但此刻她和我的想法应该差不多 柔衣公主 这次听懂了 她呼出一口气 整个人都仿佛失了魂 一个漂亮的公主 现在成了一具呆板的去窍 她不再说话了 也不再看李将军了 李将军示意 我到一边去 压低声音对我说 你有什么打算 我拔嘴觉得老高 白了她一眼说 还能怎么办 你不是想到了吗 你们俩都得出去 那就只能找个假公主 假将军留下来 吸引注意力 李将军一脸复杂的 看着我说话 还是这么没上没下 也就她宠着你 我又高兴了 那当然 大小姐最宠我 看了一眼她 我一下又不高兴了 快走快走 让我失职给你们化妆去 等出去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 给大小姐写信 就说 我低下头拧了你衣服 就说小竹答应她的事办到了 要她重新开心起来 李将军认真的看着我 沉默了一会儿说这话 你自己跟她说 你记住 对她而言 我并不比你重要 她柔柔弱弱的 如果你不在 以后 我让她伤心了 还有谁能提到夜闯将军府 替她出气 你敢 我一拳打向李将军的脸 在快打中时生生停下 李将军一动不动 反而问我你记住了吗 要你说 我收回手 一跺脚 转身去跟世智商量去了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不仅进了四皇宫 还穿了四公主的衣服 别说 还挺好看的 就是好多天没洗了 再好看的衣服也有谷外 现在已经是我和李将军 公主分开的第四天了 不出意外 他们应该已经出山了 而我此刻和假扮成李将军的狮子 白面男子 以及七八个互为一起 在小河边吃酱果 我很想吃鱼 狮子不让 因为不能生活 爱 小竹心里苦 那日 擅长化妆益容的狮子 带着李将军和公主 假扮成苦竹山庄三人组 悄悄往山外走 而我则带着剩下的人和敌军 来了个大型捉迷藏 不断露出踪迹 把他们引开 我没什么大碍 但轻微战死了好几个 狮子教我拿走他们身上的一件物品 等出山后托将军给他们的家人 如果他们还有家人的话 每当这时 活着的大壶茶子 轻微们都止不住掉眼泪 但下一次被敌军发现时 他们还是立刻冲上前 挡在我们前面 他们真的好伟大 所以我要让他们活着出去 我做到了 虽然最后我是被扛着进城的 但我还是做到了 狮子夸我了不起 嘿嘿 然后我就安心的睡着了 梦里有老爹教我一招仪式 有秦师兄替我背锅 有我把狮子们打得满地爪牙 有我像防贼一样防李将军 有我被阿瑜拉着练武 还有啊 还有大小姐给我挑不了做衣裳 帮我梳头 教我读书 她早就没我高了 但她真的又像娘亲又像姐姐 对我可好可好了 大小姐在梦里给我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 她说小竹 你快回家吃饭呀 我说我就来就来 然后我就醒了 可惜醒来没有大小姐 也没有好吃的 只有师志担心的眼神 和秦师兄一顿胖揍 我是从北地一座院子里醒来的 师志说我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 要不是她是姓李妙手 我有体质跟豪猪一样 现在怕是要去见天上的老爹了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 李将军出山以后 召集兵马来了个回马枪 直接摸到敌营 割了他们将领的脑袋 我军大姐 越南国派了信使求和 表示愿意奉我们为宗主国 皇帝为此高兴的连开三天宴席 趁着这个功夫 李将军以手臂受了重伤为理由 交了兵权 皇帝假惺惺的拒绝了一下就同意了 不过作为补偿 皇帝保留了他的将军称号 并且赏了他一大堆东西 另一件大事是 柔衣公主回京城了 他向皇帝请旨退婚 并且要求以和亲公主的身份 嫁去越南 皇帝是拒绝的 但柔衣公主说 他不想嫁残废 而且他现在以宗主国公主的身份 去和亲 就一定是越南国未来国君的母亲 这样的话 越南国就能一直俯首称臣了 皇帝非常心动 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且为李将军锯了一把铜琴肋 然后皇帝突然想起 李将军之前可是订过婚的 对方还是李将军的心上人 于是为了表示他的贤德 皇帝请太后重新赐婚了 李将军和他那已经贫穷的前卫婚期 至此 皆大欢喜 我听着这弯弯绕绕的一大堆 张大了嘴巴 只觉得比细文还要精彩 果然 读书人的世界我们不懂哪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 见柔衣公主使她骄傲 稳重 大气的样子 又想起了她换上我的衣服后 郑重的朝我和留下来的人行李时的样子 我想 这才像是她会做的事 她未来一定会过得不错吧 我能下地以后 就马不停蹄的回了京城 就是一见到大小姐 我还是忍不住往后缩了缩 大小姐板着脸 像踩着轻功一样来到我面前 抬手扇了我一巴掌 接着一把把我抱住 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往下躺 我轻轻缓住她 天啊 她怎么瘦得就剩骨头了 我刚想说话 大小姐就心疼的说 小竹 你瘦了 下次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 知道吗 我赶紧点头 小竹听话 大小姐身边的其他丫鬟说 自打欧离开以后 大小姐拼着一口气 硬是病好了 她一边想尽各种办法 得到我和李将军的消息 一边又是担心又是后悔 大小姐总是对他们说 自己明明知道小竹单纯冲动 实在不该说那样的话 李将军已经生死不知了 如果小竹出什么事 她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看着哭成累人的大小姐 我笨手笨脚的不知道 要怎么安慰她才好 我一瞟眼看到窗外的花 硬生生憋的句 大小姐你看 春天到了呢 翻来浩戈尔 我叫浩戈尔 今年七岁 我爹爹是曾经战功雷雷 现在年纪轻轻 就在家是软饭的李将军 我娘亲是看似小有妇 实际上十分富贵的江家大小姐 我还有个姨姨叫小猪 人如其名 特能吃 其实吧 我该叫她一生姑姑 因为她是娘亲的大丫鬟 但娘亲说她就像自己妹妹一样 所以要我叫她姨姨 姨姨就姨姨吧 反正小猪不能改 爹爹说 小猪姨姨是外祖父和外祖母 给骗来的 当年小猪姨姨一身破绽 外祖父一眼就看出来 她是个恋家子 就想拐来给娘亲做个丫鬟 没想到小猪姨姨不但是个恋家子 还是个背后有人 一个打十个的超级恋家子 关键是 她还又小又憨 一双眼睛看娘亲的时候 总让娘亲想起后院那只大白猫 这哪得了 放出去不给人卖的骨头都不剩 娘亲可别愁的 就用一堆好吃的把她给留了下来 一留就留到现在 小猪姨姨是看着我出生的 嬷嬷说 我出生那天 娘亲不让爹地进产房 爹爹就没让小猪姨姨进产房 气得小猪姨姨差点用一个馒头砸死她 后来还是娘亲发话了 小猪姨姨才乖乖在外面守着 家里的下人们说 娘亲在产房里喊着叫着的时候 爹爹握碎了一个茶杯 小猪姨姨批换了一个石桌 好不容易听到我的哭声了 姨姨第一个冲进产房守着娘亲 爹爹只能可怜兮兮在外头负责抱我 实在是听者流泪 等小猪姨姨冲进产房 看到我娘亲虚弱的样子后 吓得不行 又冲出去大骂爹爹 可惜他骂不过爹爹 碍于爹爹抱着我 他又不敢打他 只能气得跳脚 小猪姨姨虽然不大喜欢我爹爹 但很喜欢我 总是围着我转 对此爹爹乐见其成 因为这样他就能去围着我娘转了 也因为这样 我学会的第一个词 不是爹爹和娘亲 而是小猪 小猪姨姨揪着我老半天 说是小猪不是小猪 但我那会还是个婴儿呢 舌头都没捋直 哪改革了 所以小猪这个名儿 就一直叫了下来 叫久了 小猪姨姨就习惯了 还为了奖励我学会说话 开开心心的送给我半块玉佩 那日很丑 但娘亲仔仔细细 把他穿了根绳 爹爹爷耳提面令 要求我把他贴身带着 那会我还不知道 这有什么用 直到我三岁的时候 被拐子捞跑 结果半路被三十个大叔救下来 恭恭敬敬送回将军府后 我才知道这换语是什么意思 他是苦竹山庄 那个带着奇幻色彩的江湖门派的信物 我这才知道 我的小猪姨姨 原来真的不只是个光辉干饭的傻妞啊 从那时起 我就和小猪姨一学习武来 不过姨姨真的不会教人 她总说我应该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 但我真的很想问 这样这样是什么 那样那样又是什么啊 没办法 爹爹就给我另找了个师傅 北帝的于小将军 于小将军是爹爹的旧骨 个子很高 很年轻 虽然很能吃 但很瘦 据说打小就这样 于小将军好像和小猪姨一认识 但奇怪的是 小猪姨一说他不认识他 小猪姨一说这话的时候 我明显看到于小将军头上的心筋都要冒出来了 我有次好奇的问他能不能打得过小猪姨一 结果换来的是连续一个月的双倍训练 哎 没想到我那没事就肯打肉包的姨姨 竟然是所有人里最能打爹啊 前不久我听娘亲说 小猪姨一议已经很大了 得嫁人了 可这嫁谁吧 是个问题 毕竟他太能打了 没几个爷们喜欢这样的 为此娘亲开了五次库房 每天都和爹爹商量 要准备多少嫁妆才能把他嫁出去 爹爹诚恳的说 只要能把小猪姨一议嫁出去 搬空将军府他也愿意 娘亲感动的不行 只有我知道爹爹早就烦死姨姨跟他争宠了 而且爹爹一直想给我生个妹妹 但娘亲说他已经要养三个娃了就是我 爹爹和姨姨 不想再多操心一个了 我又不能扔 爹爹就很想快点把姨姨嫁出去 爹爹最先考虑的是单身的将士们 但那些将士们都把姨姨当大哥 不敢有非分之想 后来苦逐山庄的秦伯伯也来提亲了 可小猪姨姨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 娘亲想来想去 还是替他拒了 这可怎么办啊 我也想要妹妹啊 我盯着身材挺拔 像松树一样站着的于小将军 搓了搓下巴 我先是给于小将军和小猪姨姨 制造了许多独处的机会 接着又试图在他面前展现小猪姨姨的优点 几次三番下来 于小将军实在没忍住 问我是不是有病 我跳起来贴了他一脚 决定来个直球 问他觉得小猪姨怎么样 愿不愿意娶她 没想到于小将军那张好看的小麦色的脸上 竟然浮现了可疑的红色 哦吼 有戏 我马上装模作样的说 哎 既然于小将军不愿意就算了 还是让秦伯伯取姨姨吧 于小将军一把抓住我的手 慌慌张张的问我什么意思 姨姨和秦伯伯怎么了 我娴熟的不左右而言他 于小将军见我不说 一个轻功就飞走了 等我哼哧哼哧跑到小猪姨姨的院子里时 看到他把小猪姨姨堵在墙角 咬牙切齿的说小猪姐姐 你当真不记得我了 我连忙捂住眼睛 看来要告诉娘亲 姨姨的婚礼可以背起来咯 方外二还是浩哥儿 还是我 浩哥儿 不过我不再是那个七岁的我了 我十一岁了 自打小猪一意成亲后 爹爹如愿以偿了让娘亲怀哉哉了 但晴天霹雳的是 我和爹爹巧手以待的妹妹 变成了弟弟 爹爹和娘亲嫌弃极了 原本我也很嫌弃 但考虑到弟弟要是被我们仨都嫌弃 实在是太可怜了 所以我跟爹爹提议 干脆把弟弟丢给外祖父和外祖母吧 爹爹欣慰的说我长大了 然后愉快的把弟弟送去了外祖家 妹妹无望以后 娘亲就把主意打到了小猪一意身上 如果小猪一意生了女儿 那不就四手五入约等于我们家也有女儿了吗 我觉得娘亲说的很对 于是三天两头去跟小猪一意说 快给我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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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一意啃着大鸡腿 难过的说我也想要宝宝的 可是没有宝宝呀 我一惊 连忙把这话转告给娘亲 娘亲一惊 忙把爹爹叫回来 严肃的问他 难道是于叔叔不行 这么严峻诱人的话 爹爹断然不可能问出口的 于是他让我抱着药酒坛子去找了于叔叔 于叔叔把我打了出来 并且加训半年 我对天常叹 爹爹 你是真的狗啊 后来于叔叔红着脸跟爹爹聊了一宿 我在墙角偷听了一宿 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小猪一意因为娘亲的警告 确实有乖乖洞房 但他嫌洞房太疼了 怎么也不肯再来一次 于叔叔是劝也劝不来 武力压制又做不到 于是于叔叔就守了两年空房 爹爹无比同情 并笑了整整三天 当然 笑归笑 问题还是得解决的 不然就没有妹妹了 爹爹提议用酒灌醉小猪一意 他贡献出了外族给的三坛好酒 成功的把自己和于叔叔喝倒了 而小猪一意不仅脸都没红 还干掉了三盘猪肘子 谁也没料到 一意除了战利天花板 还是个谦卑不醉啊 此法不行就换一个 爹爹从青楼找来了三个大美人 想让小猪一意吃醋 然后顺理成章和于叔叔远访 结果小猪一意看着三个大美人 眼睛都直了 跟个吃汗一样 又是给他们夹菜 又是给他们倒酒 气得娘亲当场吃味掀了桌子 五天没跟爹爹说话 如此这般折腾了一个月 于叔叔放弃了 他觉得小猪一意根本不心悦他 低落的在练兵场发泄了月巡 那段时间 练兵场的马见了他都是绕着走的 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于叔叔喝闷酒把自己给喝醉了 我把他拖到小猪一意门口的时候 小猪一意正在吃娘亲给他准备的国府 于叔叔红着脸 走路都不稳 他含含糊糊的骂一意太过分 说他根本不爱自己 那委屈就跟村口的小媳妇一样 就在我为他的行为不齿的时候 小猪一意竟然放下国府 忙前忙后的哄起他来 小猪一意乖乖的说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阿鱼乖 不生气 我一看 有戏 连忙把于叔叔往一意身上一推 悄咪咪退出了房 妹妹有望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番爱三 依然是浩哥尔 按理说 年龄 生子 都会让女子的战斗力下降 但这一点在小猪一意身上 着实看不到 打个比方 如果说没有生妹妹的小猪一意的战斗力 约等于四头狮子的话 生妹妹后的小猪一意战斗力大概等于三头 将是将了 但总归还是打不过 所以将不将对我们这种凡人来说根本没差 以上是16岁的我看到小猪一意和草原上的操汉们 有好角逐时的感想 是的 还是我 好角逐 我正带着我6岁的小弟 然哥尔和4岁的小妹南南 跟着爹娘 于叔叔 还有小猪一意参加草原上的丰收宴会 在说正事之前 哈哈哈哈 我忍不住想炫耀 我有妹妹了 小猪一意在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的期待下 生下了南南 她超级无敌可爱 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中宝 哦 除了然哥尔 然哥尔在南南出生以后 总算被爹地记起 给接了回来 刚接回来时 然哥尔还挺开心 结果她发现爹爹娘亲 还有我都更疼南南 就总想欺负她 为什么说小呢 因为压根没成功过 南南简直就是迷你版的姨姨 不管是单纯的性格还是武力值 都跟姨姨一模一样 然哥尔这个小屁孩 怎么可能欺负得了她 爹爹和娘亲发现这一点后 就放纵然哥尔的这些行为了 因为这么做其实有个好处 然哥尔小小年纪 被迫练就一套好身法 不是躲避南南的 虽小但应的拳头 就是躲避于叔叔的花式暗器 我半点也不同情他 甚至还有点想笑 于是总在背后悄悄给他支招 让他多挨几顿毒打 在我的用心良苦之下 然哥尔竟然被苦竹山庄 收位了弟子 而教他的师父 是苦竹山庄的 战利天花板小猪姨姨 为了增加嘲笑 然哥尔的素材 我特意观摩了 小猪姨姨的现场教学 果然还是那套矿物种交流 抽象教学法 只见他告诉然哥尔 先这样这样 再那样那样 而然哥尔 他竟然学会了 好家伙 昌幽静是我自己 看得出 然哥尔为了能欺负南南 训练得很刻苦 所以我们这些旁观者 都不忍告诉他 有些事 凡人是没法跟天才比的 年轻人吗 就是要能吃生活的苦 想到这里 我给南南倒了杯果子汁 又掏出帕子 给他擦了擦嘴 最后把然哥尔面前的桂花糕 放在南南吃空了的碟子里 南南咽下嘴里的糕点 严肃着一张小脸 对我说好哥哥 我已经饱了 桂花糕要还给然哥哥 瞧瞧 不愧是我妹妹 就是这么贴心 南南小心的 用帕子捻起桂花糕 放回然哥尔的碟子里 然哥尔扭过头不看他 但就在他拿起桂花糕 准备吃的时候 南南的肚子 突然发出一声咕噜 他连忙捂住小肚子 说没听见 没听见 然哥尔的嘴角抄了一下 还是把桂花糕分成两半 并把其中一半塞进南南嘴巴里 目睹这一切的娘亲露出一脸一目笑 此时 小猪姨姨也结束了他的五连胜 在草原大汉门 敬为偏人的目光下回了作息 于叔叔极为自然的为他擦了擦手 便亲手给他割起了羊肉 大汉门给小猪姨捧来了几台烈酒 又来邀请然哥尔上场比划比划 和然哥尔比试的是个八岁的少年 身上带着草原上独有野性 年纪不大 胳膊上的肌肉真不小 然哥尔是个很有礼貌的小骨板 他礼貌性的躲了几下少年的攻击 挑了个最弱的拳 就顺顺倒了 草原少年哪知道中原这些弯弯绕绕 兴奋的举起拳头 薄傲的在场中跑了两圈 突然跑到了南南面前 他担心跪地 从腰带里摸出一根银钗 想要送给南南 这臭小子想干什么 我又擅自把银钗推了回去 礼貌地笑了笑 盯着他不说话 南南好奇地看了一眼银钗 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果子之上 这时 还在比试场上的然哥尔爬了起来 仔仔细细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朝着草原少年说 请开始下一场吧 第二场比试 然哥尔一改之前的满身破绽 愣是一下都没让草原少年碰到 他轻轻悄悄地躲开草原少年的银桶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点击屏幕上方 查看更多我的精彩小说故事 美好 是 这下子是